每年农历春节前,领务局南投领馆处都会邀请名师到领馆处前广场 挥号送春联,今年也不例外,现场除了免费送春联外 还举办民众捐旧衣,抽荆棘的活动 一大早就有很多民众提着家中不要的旧衣服来排队 希望都能够冲到荆棘,带回家布置喜气 一大早,领馆处就大牌长龙 很多人手里还提着一袋袋的旧衣服 准备来参加捐旧衣抽荆棘的活动 领馆处为了要蹲迹牧林 每年在农历春节前都会举办民师现场挥号送春联的活动 另外,越过林前家家户户都会大扫出 清出家中多余的物品,包括准备回收的衣物 领馆处也希望民众将旧衣服捐出来做工艺 而且还能够抽荆棘 而这次领馆处总共邀请了11位书法家到现场挥号 民众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字体,请老师写春联 今年的农历春节也即将到来 那每年我们管理处这个时刻的时候 就是会来办理那个正春年的这个活动 我们总共邀请了11位大师 那我们预计就是赠送2000副春联 那如果说现场就是说 如果你有指定的字体 或是应该是说你有自己的对年的话 就可以来给我们大师来帮你书写 那现场我们也搭配一些旧衣捐助 还有创世基金会的一个捐款的活动 那在这边我们就是搭配 如果说你捐旧衣的话 我们就来赠送抽荆棘 那我们也准备了66本的荆棘 来跟大家同热这样子 另外由于目前正值中部地区的干旱旗 领管处伍科长也希望民众在野外用火一定要小心 万一发生森林火灾 这应马上通报领管处 现在是我们中部地区的干燥季节 希望民众在野外用火的时候要小心 如果说真的发生森林火灾的话 可以通报我们管理处或者说我们领务局 所以我们有设置了一个免费的那个电话 是0800000930 这个的用意就是提醒大家 是说如果在野外发生森林火灾的话 我们拿起行动电话就可以来打这个免费电话 来做一个马上一个 我们可以及时到现场去铺旧的一个 行动的一个电话的联络方式 那希望说在这个新年期间 大家出去踏青交友的时候 也不要忘记说我们这个用火的这个注意事项 那或者是说我们在就是清明节 可能过年之后就有一些民众会到 我们这边去扫墓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这个用火的事 而这次赏春年捐救一 抽荆棘的活动吸引当地相当多的民众前来参与 而每位民众对领馆处这项钻青木林的举动 都非常肯定 而且有许多人几乎每年多雷 因此也希望领馆处能够每年都举办 每年在办我们这些受益良多 有他们真好 有林路级真好 就办这个给我们 大家都有打 春年都打 还来这些办法都很好 还有金纸又贴 我觉得办这个活动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敦青木林 可以了解那个 就是我们南投邻居管理处在办理的一些业务的相关内容 这样子 对啊 而且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赏春年的活动啊 就是可以就是跟一些邻居 就是休旧来这边参与 就是也有很有成就感 之后我们也可以就是抽荆棘啊 就是可以就是复制那个就是春节的气氛这样子 除了名师写春年外 现场还有门绳影制 利用早期幽默机印制的方式 将一幅幅的门绳影制出雷 很多民众在春节前 拥有贴门绳的习俗 因此排队领门绳的人也相当多 另外现场还有三波地福岛赵林的宣导 相对于赵林有心血民众可以和领馆处接洽